在今天這個影片裡,我要跟你分享我現在的所有的收入來源 這裡面包括被動收入還有主動收入 那如果你想知道的話,就繼續看下去吧! 嗨各位Yellow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的YOW SHOW 現在幾點了?現在已經下午七點半了 我從早上錄影錄到現在好累喔 因為我現在工作在起鏡中,所以我就想要多錄一點影片跟大家分享 今天的內容還蠻有趣的 因為很多人就一直問我現在的主業是什麼 我現在的主業是什麼,我一個月收多少錢這樣子 然後問說我的被動收入有什麼東西 那在這個影片中我就跟你說全部都說出來 因為呢,I'm an open book 你們在頻道上面看到我怎麼樣子 你們在現實中就會得到一樣的能量,一樣的YOW OK,那我現在想要問你的是呢 你現在的收入有幾種? 然後你希望可以開拓怎麼樣子的新收入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現在在做一個活動,就是每個禮拜日呢 我會選一個很好的留言 然後送你一本書 然後這個禮拜呢 要送的書是這一本 是這一本喔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你就在下面留言回答我剛剛問你的問題 然後如果你的留言留得很好的話呢 我就會選你 然後在禮拜日的影片我就會公佈 然後這個禮拜呢,是送這一本書喔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就在下面留言 然後呢,記得幫我按個喜歡 這樣子的Youtube也算法才幫我推這個頻道 給更多人知道這樣子 OK,那我們好話不多說 我算一下我有幾種收入 1,2,3,4,5,6 我有六種收入,目前 欸沒有啦,五種 這個在籌劃中 欸少了一個 OK,那我們一個一個開始吧 第一個收入呢就是Youtube廣告 那Youtube廣告呢,很多人會問是怎麼算的 其實呢 你問100個Youtuber 100個Youtuber都會給你不同的答案 因為每個人的收入真的很不一樣 特別是呢 是你在不同領域的廣告費就不一樣 因為我說呢 我現在是做投資理財的嘛 那會在投資理財頻道放廣告的廠商呢 通常都是那些股票、房地產、券商等等 這樣這些人呢就是比較有錢 所以他們的廣告的投放的費用就會比較高 那這樣子我們得到的錢就會比較高 那普遍來講 一千個人看 你只會收到一塊美金到兩塊美金 那就很多了 但是在投資理財這個領域裡面呢 一千個人看呢 有可能你會到六到七塊美金都有 所以呢 每個人的收入都不一樣 然後我每個月的收入都不一樣 如果要從Youtube廣告這個去看的話 那如果你是知識型頻道 然後像我又是專門講美股 而不是說像我們台灣大部分的人都投資台股嘛 那如果你要講到這麼小的東西的話 觀看你的人又更少了 所以你就是不能透過點閱率去賺錢 因為這樣你會餓死 比如說像是我的Youtube廣告費呢 我差不多是在兩三萬這個區間 對那兩三萬呢 我用來付薪水都不夠了 對 所以呢我還是要靠其他的方式來多賺一點收入 那第二種收入呢就是在聯盟行銷這部分 那聯盟行銷是什麼呢 就是呢你介紹別人的產品 如果你的粉絲或是你的觀眾 透過你的介紹去買這個產品 這個廠商就會分一點利潤給你 那這個利潤的區間呢就是很大的喔 有的廠商呢他會給你百分之八十的利潤 有的廠商呢他只會給你百分之一的利潤 所以也要看你每個聯盟不一樣 像是我自己呢就很少有跟很多廠商 因為呢我使用二十八十法則 哪一個公司哪個產品哪個服務 會給我的觀眾Yelers 帶來比較大的效應 我就會跟他們合作 那哪一個廠商哪個服務 只是沒有帶來很多的效應呢 我就不會跟他們合作 這樣子浪費大家的時間 然後你們也不會去買他們的東西 因為就沒有用嘛 所以呢我就是接 比如說像是first trade 我也有接first trade 就是第一證 就是美國的第一證券交易平台 如果有人去透過我的連結 去使用他們的交易平台的話呢 我就會有一點佣金 但是說實在 我還不知道怎麼看他的佣金 到底就是多少 所以呢他們說多少 我就拿多少這樣子 OK那比較不透明一點 另外一個呢是 Transferwise Transferwise的就是 上次跟大家介紹的 怎麼匯款那個部分 國際匯款怎麼匯比較便宜 那部分 然後就很多人 因為那個影片呢 就加就使用了Transferwise 所以那個時候呢 我的收入有提高 是因為很多人使用Transferwise 那最近那個影片開始往下了 所以呢 這部分的收入都開始減少了 對了 想跟你們說一下 雖然呢 這些收入 你們看起來 聽起來很多 然後很多種收入 但是其實 不是每個收入呢 每個月都有這樣子 比如說有些聯盟行銷啊 那個影片 你知道YouTube也算煩 有時候呢 莫名其妙那個影片 就紅起來這樣子 然後紅起來呢 就會很多人會透過那個影片 去點連結 然後去購買嘛 然後如果很多的時候呢 你的影片都沒有人點 那個 所以呢 那個月收入就變低 所以就是 這是一份 非常沒有保障的工作喔 啊 再來就是很多的線上課程 我上過的線上課程呢 我都會 申請成為聯盟這樣子 啊對 只要有用的 我才會申請聯盟 如果我覺得沒有用 我的觀眾學不到東西的 你就不會看到我在我的YouTube頻道上面 介紹 因為那沒有用 我上過很多課 所以呢 沒有用的 還蠻多的 OMG最近是黑色星期五嘛 因為黑色星期五呢 很多線上課程呢 都有特價 然後我自己貪心的 就買了 還蠻多的課程的 然後你 我目前已經上完兩個 呃 這兩個課程呢 都其實都不是很好 他們就是沒有花很多的心思去規劃 你可以看得出來 呃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就還蠻失望的 所以我就沒有跟你們介紹這種了 如果做得很好的 比如說像是Jerry的那個聯盟行銷大師班啊 就做得很好嘛 所以我才一直這樣 然後很多人就因為他的聯盟行銷大師班呢 就開始賺錢了 所以呢 我就常常在我的頻道裡面講這一點 然後希望呢 你們可以透過這個課程呢 學到一些東西 然後建造你們的聯盟行銷事業 聯盟行銷呢 是一個非常好 非常容易可以賺到的錢 在網路上面賺錢的 你不需要一堆粉絲 你也不需要說你要很有經驗這樣子 其實就像是我的頻道上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在影片下面 可以看到一堆連結嘛 然後什麼時候有人點這些連結呢 我其實不知道 然後每個人就是這樣有收入 所以呢 當你有一定的量啊 然後你有一定的知名度 然後你有一定的可信度啊 然後你介紹的東西 確實有用的話呢 人家是會很樂意的購買的 那這個部分呢 其實每個月都不一定啊 課程的部分 我最推的就是聯盟行銷大師班了嘛 之後呢 如果我有上更多的課程啊 然後如果有一個非常非常好的課程呢 我再給大家推薦這樣 對然後Selena 我自己也是Selena的課程的聯盟嘛 然後Selena的課程也很棒啊 然後還有Zoe的 Zoe我也是她的課程的聯盟 所以他們的課程都還蠻棒的 Selena是比較偏向怎麼基礎理財 你是完全不會理財的人呢 可以怎麼開始 然後Zoe的部分呢 是說你怎麼建議自己的網路個人品牌 個人品牌是比如說像我這樣 Yelchen就是一個個人品牌 我把自己的branding 就是讓你們都知道我是Yelchen了 這樣子就是 那這個過程怎麼做呢 就是Zoe也就會教的 其實他們課程都很棒啊 我直接講接下來這兩個好了 接下來這兩個呢 是股息收入跟股價上升的那個價差收入 但是呢 那我不會把這兩個當作是我的每個月的收入 因為我是投資長期的嘛 我的投資期限呢 都是二三十年的 所以我不會說這個月漲了多少 然後我領到多少股息 我就會領出來花 我不會這樣子 而是呢我會重新投入到我的投資組合中 我會重新給他賦利 重新給他購買新資產這樣 然後如果你有看我每個月投資update呢 我都有解釋為什麼我會這樣子購買 然後你可以去check out OK我知道呢 我已經有兩三個月沒有跟你們update了吧 因為呢我最近呢已經投資了兩次 就是兩個月 但是我都沒有把它錄起來 我有截圖 所以我之後呢再錄的影片跟大家講我的新狀況 然後呢我有兩個月沒有投資 因為那兩個月我的花費太大 我需要那個簽證的問題 然後我買了一個課程 那課程很貴 我就覺得是一個很不錯的投資 所以呢我就花了自己投資的錢 去過我們那個課程 但是很值得喔 那個課程很值得 OK Anyways 那股息的部分呢是每三個月一次 每三個月呢 那個股票就會複息一次 我自己也是這樣子 然後很多人問我股票是每個月都複息嗎 不一定 要看你買的那個股票跟ETF 像是蘋果從來都不付股息的嘛 所以如果你買了蘋果 你等著零股息的話 他不會給你股息 你就是等到死 因為買蘋果的只是看他股價上升嘛 你不是看股息的 那有些REITS啊或是說啊 高配息股啊 他們的股息都是每個 每一年都四五趴 或是比較好的就五六趴嘛 那零股息的就是應該去購買這些東西 如果你想要透過股息來過生活的話 你就要去買高配息的股票 而不是說你隨便買個股票 他就會配息給你 因為很多公司不會配息的 接下來呢是我新加入的一個收入方式 是我在輔導一些人建立自己的網路事業 我去巴黎島的時候呢 我認識了一位美國女生 然後她跟我分享了她自己的事業idea 然後在分享過程中呢 我就給了她一些意見啊 給了她一些方向 然後我們就開始合作起來了 現在呢我在幫她做mentor 現在我是她的事業導師 事業顧問 然後呢我就幫她分析 應該走哪個方向 然後應該怎麼做這樣子 然後她就付我錢啊 如果你想知道她付我多少錢的話 之後再跟你們分享 然後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還是她新融資的股東 所以她給我一些股份啊 所以之後她賺的錢 我又可以拿到這一筆這樣子 但是希望她做得起來之後 我們才會談到那個部分 就是股息的部分 如果她之後做不起來的話呢 我就不會拿她的部分 但是我相信她做得起來 她的idea超級好的 她的那個事業的方向也做得很好 我對她非常的有信心 之後呢她做好之後 她就可以成為我的見證 那如果她成為我的見證之後 我做Mentorship這個部分 又可以做得比較容易 又可以收費更高這樣子 所以呢如果你在之前有加入 在預售的時候有加入我的 Youtube百萬密集藍圖 那個課程的話呢 你算是撿到好康吧 因為我之後呢會調整價格這樣子 調整多少我就不知道 然後之後我會收多少的學員 我也不知道 Anyways 那講到課程呢 課程也是一個很好的被動收入方式 因為呢 課程你只要花 差不多兩三四個月的時間去準備的話呢 接下來你就不用去準備了 除非你要照顧那些學員 所以呢 你的真正的努力只有在前幾個月而已 然後之後呢 就是需要稍微修改一下 稍微去幫你的學員找出更好的東西 更好的資源 或是說有些人有問題的話 你可以怎麼給他做顧問啊 去幫助他做到更好 所以這個課程呢 也是還蠻還蠻多的一個收入 OK 現在呢我要講到我明年要開發的新收入方式 明年是2020年嘛 我有打算呢 要踏入房地產這個部分 但房地產呢 其實有很多種玩法嘛 那我想要做的部分呢 其實不是說像台灣大部分的人做 就是租舊的房子然後整修 整修之後呢 用那個價差租給別人 然後賺一點點那個錢 除非你量很多 你才可以賺到比較可觀的收入 如果你要量很小的話呢 你就收... 就是不是很多 但是是一種被動收入 那我對那個呢 比較沒有興趣一點 我現在比較有興趣呢 是因為我接觸到這個新的領域呢 他們是專門做別墅級的Airbnb 所以我比較有興趣那個 因為別墅級呢 他們是不需要像這樣這麼麻煩 你要租老老舊的房子 然後整修 你就省得掉那個過程 而是你用比較多的錢 去租比較貴的房子 然後你再用Airbnb租出去 這是我明年想要踏入的領域 然後也有人要帶我走過那個... 那個階段 所以我現在呢非常的興奮 我跟他約是二月的時候跟他學 然後希望在那個階段之後呢 我可以在三四月的時候 就可以馬上開始執行 因為我喜歡學完就趕快做 不然呢 如果呢 我學完我不做呢 我發現自己就會... 不做了 我自己的人生哲學裡面呢 就有一段話 Later means never Later means never 就是如果你說等一下再做 代表你不會做 所以如果你想要做什麼事呢 如果我想要做什麼事 我就會馬上去做 如果我說等一下 那就代表我不會做 OK 那就是我全部的收入來源啦 就是YouTube廣告 聯盟行銷 股息股價 還有我的 Mentorship Program 還有我的線上課程 然後明年我要再經營房地產的部分 那應該是... 等一下喔 讓我想一下 還有什麼其他的收入 因為我的收入很亂 啊 OK 我想不到了 OK 我今天的影片到這邊 希望這影片呢 有幫助到你記得訂閱這頻道 每週二週四週日 晚上九點台北時間呢 都會上傳新的影片 然後記得按訂閱鈕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才不會錯過週間的影片喔 然後記得 如果你夢想不搭配行動的話 永遠只是夢想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